民生愛好者留意 現在在威尼斯人金剛會展醫館 舉行第一屆澳門國際民生藝術展 今次有很多來自不同地方的民生師傅 聚首一堂 角色風格給你一展看完 民生在傳統的觀念中 總是帶著偏見 但隨著時代的改變 民生已經成為一種藝術 一種態度 一種表達幾件的方式 我自己比較dark side 我想表達人性的另一面 比較dark side的另一面 民生只是其中一種嗜好 我覺得民生沒有特定 一定要有意思 有些人是民生 可能是訴求一種意思 或者一種思念 可能發生了某件事 或者是寵物死了 家人過世 他想紋個身去紀念 甚至有些人是沒有意思的 純粹是喜歡這個民生師的風格 覺得很美 我想紋這個圖案上身 代表我一個生活的態度 就是像你穿一件很喜歡的衣服一樣 只不過我們紋身是 你穿了這件衣服之後 你不能反悔 你不能說 好像我們現在買了一件衣服 很喜歡穿 過了一段時間 就拿了它換另一件 那紋身就不是了 時代變遷 不單止世界事物改變追上潮流 而紋身也不再傳統 我自己比較喜歡傳統一些 但現在傳統的圖 可能會比較變身 太傳統的東西 很多人不會很喜歡 就會變成比較新的傳統方式 會加一些奧美的元素 這樣多些人會喜歡 還有現在比較流行水彩的 水彩的那些女生 都很多人問的 都比較流行那種風格 紋身愛好者 不知紋身對於你們來說 又是什麼意義呢?